Hello 朋友们大家好啊 欢迎来到漫游在别处 本期的视频我们打算跟大家聊一个当下非常热门的话题 那就是代孕 不过大家放心我们是不会去讨论明星的娱乐八卦的 对于那位风言风语的人我也是没有一点兴趣 众所周知 我们所处的国家葡萄牙最著名的人物就是C罗了 到目前为止他一共有四个小孩 除了最小的那个女儿是他现任女友乔治娜所生 其余三个小孩的母亲都是秘密 所以很多人质疑 那三个小孩一定是C罗通过代孕的方式所获得的 对此C罗并没有做出很明确的解释 其实在葡萄牙代孕这个事情很难一刀切下去 明确它是非法的还是不合法的 2016年8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 规定有子宫缺陷或者子宫机能受损的患者 可以通过申请代孕的方式获得下一代 但是不能以金钱作为交换 不过最终这项法案在2018年的时候 遭到了宪法法院的否决 并且宪法法院指出根据人的尊重原则 和组成家庭的基本权利 该法案过度限制了代孕母亲的权利 是违宪行为 违反了孕妇的人格发展权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到目前为止 葡萄牙的代孕法案并没有获得宪法法院的批准 代孕在葡萄牙还是属于非法行为 但是完全没有生育人类的旅行 可以通过申请代孕获预批准 那么在欧洲哪些国家代孕是合法的呢 经过我查了维基板科的资料 目前代孕合法的国家主要包括捷克 希腊 俄罗斯 还有波兰 那么在欧洲哪些国家明确规定了代孕是非法的呢 明确规定代孕非法的国家有 芬兰 法国 德国 冰岛 西班牙 瑞典 以及英国的 所以经过对比我们能发现经济更为发达的国家 明确规定了代孕是非法行为 而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欧洲国家 却将代孕处于灰色地带 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 他们是非法的 我认为那些没有完全禁止代孕为非法行为的国家 可能是觉得这个产业还能给他们带来不错的财政府财政收入 下面我想来评价一下我对代孕这个事情的看法 我们主要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点 代孕行为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 第二点 为什么有些国家明文规定代孕是非法的呢 那么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代孕是否具有合理性 我觉得代孕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例如有的夫妻女方因为孕育孩子的器官受损 而无法自己孕育下一代的时候 但夫妻俩又都想拥有携带着自己血缘关系 基因特征的孩子的时候 不愿意通过领养的方式获取下一代 那他们也就只能选择代孕了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在一些国家明文禁止代孕是非法活动呢 我们来试想一下如果代孕合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代孕合法化了 那些不愿意自己生孩子 影响自身发展和身体健康的人 只要能出得起价钱 都会让别人替自己生孩子 经历过生育的人应该都知道 从生理健康角度来看 怀孕生产对女性会带来必大于利的影响 几乎每一个女性在怀孕期间都会遭受恶心 呕吐 憋逆 逆尿 自疮等消化道功能问题 此外常见的问题还包括 腰背部不适 骨盆疼痛 肾脏受损 高血压 肺水肿 认诚期糖尿病等一系列问题 那么从心理健康的角度而言 很多女性也会因为怀孕期间 身体变化 身材走样 职业发展受损 无法过正常的夫妻生活等因素 造成严重的心理问题 甚至患上抑郁症 说白了 从社会学角度而言 生孩子就是女性为了人类的延续 而做出的自我牺牲的一个过程和伟大壮举 所以我觉得一个真正热爱自己的人 并且有能力的人在待遇合法化的环境下 她肯定是会找别人替自己生孩子 让别人代替她去招收生孩子 所带来的一系列痛苦和损失的 那么这将带来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 我主要想到的有三点 第一点 如果富人让穷人替自己生孩子 就像雇一个人替自己做饭那么简单和容易的话 那么穷人会为了钱放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沦为一个孕育生命的容器 众所周知 代孕者是没有资格中断受孕的 并且他们甚至没有资格决定在怎样的环境下 以怎样的方式去应育肚子里的这个生命 第二点 如果通过代孕的方式生下了一个不健康的孩子 那很难判断导致这个孩子不健康的因素 到底是这个代孕母亲的身体有问题 还是提供金子和卵子的这对生理学上的父母 他们的基因有问题 如果提供基因的这对父母 因为小孩缺陷的问题选择弃养这个代孕所生出的小孩 那么这个小孩又将怎么办呢 第三点 代孕母亲和肚子里面孕育了十个月的这个小孩 是有生理关系的 如果代孕母亲在孕育小孩的过程中 与这个小孩产生了感情 他拒绝将孩子生出来给予委托方 那么小孩的抚养权又应该判给谁呢 这都是法律缺失的部分 我们现在无法通过法律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难题 所以啊 总结起来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没有弊端的 国家在自立一项法律的时候 只能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角度 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方向去考虑问题 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 一些夫妻因为生理的缺陷 不能自己孕育小孩 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 但那只是一小部分人用的问题 但是如果代孕合法化了 那将给整个社会带来 大面积的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的挑战 所以大多数文明发达国家 只能明确规定 代孕是非法行为 绝对不予以通过 更多有趣的欧洲生活小视频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你的点赞支持以及评论 就是对我们视频制作的最大鼓励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